為了要來以鳳在開航後 市上的出現的長北都流行方向 剛議市政府黨庫衛星塑 從三月份開始 登開到國社會有任務的以鳳查合佈 以檢查到航空團聯辦的團報 保護學長安站 以查合佈的重點 包括到航空是否落實到疫情通報 還有天空的規制 和射手的設備是否符合的規範 環境消毒和經濟是否有確實 還有後來衛星共有選擇頂頂的項目 希望透過一連串的風力氣勢 可以轉眠來以鳳到北都的團報 從去年的下半年開始 開始出現的這個 腸病毒D68型的這樣子的一個病毒型 它這個病毒型非常特別 它並沒有腸病毒典型的 泡神性咽霞炎 或者手足口症的症狀 這些症狀沒有 它是像感冒一樣 會發燒、咳嗽、流鼻涕 在看病的時候 基本上臨床醫師是沒有辦法 當場看出它是不是腸病毒感染 而是到後期的時候 小朋友出現了肢體無力 或者是肢體麻痺的 這些神經症狀的時候 才發覺這是腸病毒的感染 而且這個時候已經產生 有點不可逆的後遺症 需要腸之間的復健 所以這一點是需要讓 每一位家長和學校裡面的老師 特別知道、特別小心的 不管得的是什麼病 只要有發燒、疑似感冒的症狀 即便不是腸病毒 都要小心 有可能是腸病毒上升 透過後的學校設備 環境消毒 又在家常健康的學校補充 證明以往到東北都的團報 我們有在定期的 在課後的時間 利用使用500ppm的消毒水 500ppm就是1000cc的自來水 10公升的自來水 加100cc的家用的漂白水 然後我們就進行 我們室內的客桌椅的擦拭 門把還有扶手 還有拖地的部分 另外我們也會用 也會使用漂白水來浸泡玩具 浸泡玩具之後 會在戶外這邊曝散 讓孩子能夠有一個最好的 一個成長的一個健康的環境 今天市政府為神經在座 在提醒家長 孩子還要打拼 應該要趕緊就醫 親家在家裡休息 家長在照顧 孩子應該要注意 是不是有出現在當中的病情 參加是一直睡覺不起來 人生不清晨 活力不好 腳趾不來 一直想要討 現在是穿起緊急 心跳趕緊緊 一旦若是出現到醫生的正宗 就趕緊 尚到大便宜 來接受適當的治療 以免措施治療的嚴格時間 細心新聞 觀眾朋友 翁先生 剛剛一起採訪伯